修 最近一直生病 他脑子啊 哎 有一个有一个灵性爬在他的腰上 就是啊 所以应该这个小孩子应该这个灵性应该是他妈妈钓过的孩子啊 就是 听得懂吗 所以在他身上就不停的欺负他妈妈 他妈妈怎么要这小黄子 他妈妈现在这个孩子念经念掉要78张 78张啊这孩子这孩子现在身上有鬼啊 一到晚上就闹啊就是啊白天好一点 晚上闹得特别厉害而且嘴巴里还不停的讲 听得懂吗 一直发烧 你说什么 他的妈妈每天的功课也怎么做 每天帮孩子做吧 每天帮孩子做吧 做大悲咒做欺骗 青青二十一遍 礼佛念一遍 孩子做 妈妈自己也要做 没妈妈 他这个他这个妈妈呢 我告诉你 妈妈业障比较重 而且他这个妈妈 本身 你是他妈妈是吧 不是 他这个这个 这个小姑娘啊 他这个妈妈 本身就是来讨债的 就是他 一直用他妈妈的钱的 用他爸爸妈妈钱的 所以 这个传下来之后 他不孝顺 他 而且还钓过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身上 就是让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来报复他妈妈的 就是他还有一个 弟弟 来换主台长 他是 20 12年 12月 是一个 嗯 啊 要放生多少 他弟弟还是这个问题啊 啊 你要做他念经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 六十多张是吧 啊要放生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们看看这种小孩子 实际上他就是脑子被 灵性控制住了 所以他根本没法 没办法停下来的 像这种孩子 我告诉你 你 再怎么样弄他 他鬼在身上 没有办法 你只有告诉他 有多少张小房子 我还他债 他才会慢慢的安静一点 听得懂吗 嗯嗯 他的弟弟也有问题 都是啊 都是啊 家里还有杀业 杀业 嗯 开过餐馆不了家里 爸爸妈妈 钓过鱼不了 嗯 杀过生不了 嗯 杀过生了 让他们生日 不老婆 他叫什么名字啊 啊 Lewis 你叫他停下来 马上叫他老实一点 啊 喂 停 我拿下来 他又要打了 要记住 我不能靠台长他 要靠他自己念经还的 对对对 听得懂了吗 懂了懂了 就这样啊 没办法的 嗯嗯 所以你自己叫他好好念经啊 嗯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感谢 谢谢 下次見 嗯